本地一家大型保安公司强迫约300名保安人员降职 在保安业雇员联合会介入之后 公司不强迫降职却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 实际上是调整工资和雇佣条件 直总和人力部已经介入处理 直总表示被举报的保安公司聘请了超过1000名保安人员 由于与这些员工已不存在合约约束 保留现有职位级别 因此通过强行降职企图重新制定他们的薪金 一些工会会员去年向保安业雇员联合会举报有关事件之后 工会介入公司同意不强行降职 但是却延长有关员工的工作时间 直总表示由于保安公司单方面的不公平行为 工会把事件交由人力部调节 NTUC和USA会保留着这个案子 目前保安公司同意跟工会和人力部 以及受影响员工一起制定补救方案 如果公司再做出违规行为 直总和工会将毫不犹豫采取行动 现在还没理解